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火烧的炎热无过于贪心 淫欲 最毒的毒药无过于愤怒 憎恨 最难受的痛苦无过于执着色身 最究竟的快乐无过于涅槃之乐 五戒十善 才是开启我们幸福生命的钥匙 奉此五戒十善 将会使生命朝向清静 善良与光明 远离苦难与危险 使我们获得安定快乐的生活 五戒十善 更是一本得生人天的护照 是成就人天福报的基本善因 五戒十善 几天菩萨曾经开释 一切痛苦的根源 都是来自于我们只为自己着想 而一切快乐的根源 而一切快乐的根源 则是来自于 可为他人 为众生设想 简单地说 当我们只为自己着想的时候 痛苦就来了 反之 若能够多为其他的生命着想 我们将能体会 前所未有的愉快 与欢喜自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任何一个人 遗失过慈悲心 每一个生命 每一个人 都一直拥有慈悲心 未曾失去过 只要在一切时 一切处 实践慈悲 我们将会是世界上最快乐 最幸福的人 我们也将会是实践佛法 充满动力的菩萨勇士 感谢观看 他人对我的伤害行为 完全是由我们自己心态所认知的 看清他人伤害自己的根本 完全来自于自己负面的想法 当我们心中还怀有恨意时 就容易招感他人对我们的伤害 只要我们能够体 只要我们能够体认这一点 这便是生命中安乐的全员 是生命中安乐的全员 我们要确信 和平始于自心 若我们心存善念 不怀恶意 让自己随时保持慈爱 友善 那么和平的喜乐 才有可能伴随在我们生活左右 若我们心怀恶意 存有诡计 那么幸福与喜乐 也将离我们而去 优优优独播剧场 佛界就是佛陀的行为 受持佛界能使我们的内心安定 也能够让我们保持决心与良知 以寻佛陀的境界 就是学习佛陀的行为 我们也才能够超越世间的束缚 与烦恼 获得究竟的喜乐 感谢观看 受持亲近戒律的目的 在于调伏自己的烦恼 如此 才是受持亲近戒律的标准 也是幸福安乐的根本 感谢观看 人如果能吃更多的苦 就越能获得丰硕的果实与成就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不吃任何的苦 而便有所成就 吃苦就像是良药一样 它不仅能让我们成长 还是成就我们幸福快乐的主缘 感谢观看 我们要存有一种责任心 什么责任心呢 就是普世的责任心 我们要对社会的祥和存有责任心 对国家的安定存有责任心 对生命的平静存有责任心 更要对万万无尽众生的究竟安乐 存有一份绝对的责任心 感谢观看 使者于日常生活中 保持喜悦的心情 使一切人皆是菩萨 要实时审查自心 检视自己的行为 是否符合正法 符合慈悲的动机 让心开朗 慈悲 实时欢喜 这是身为佛教徒 所应具备的魅力 感谢观看 佛陀没有办法改变众生的夜报 但是佛陀能够创造机会 让众生生起一份恭敬良善的心 藉由这样正面的心态 能让众生朝向光明而行 远离恶道之苦 随时保持着正面的心态 不管外在的境界再怎么恶劣 只要我们不再抱怨怒骂不起烦恼 随时就可以改变命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三世诸佛皆以苦为师 所以修行者也应以苦来作为修道上的密增上缘 如果没有病痛 没有生活上的种种苦受 谁会因此而希求出离呢 由于苦的刺激 我们才有探求真理与解脱的机会 因此 我们不应惧怕痛苦 反而应勇敢面对一切逆境 以此增济修行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印度的吉天菩萨曾经说过 世间最悲哀的事 莫过于自己伤害自己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受苦呢 就是因为我们受到贪 沉 吃 三毒的伤害 而一再地毒害自己 如果我们需求无上的安乐 必然要将心中的三毒 烦恼释放 使心安住于无所欲求的寂静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上面的本质是苦 这个苦并不是他人给予我们的 而是由我们过去所造的也形成的 我们今天有幸听闻佛法 就应该把握每分每秒的时间 将身心完全投入修行之中 实时的意念正法 关怀众生 我们的心灵将会是 源源不绝的喜乐泉源 我们的心灵 不管我们遇到再大的痛苦 都先不要去管它 理会它 先静下来 先放下它 可以先到佛堂或者到场 在庄与灵静的细分中 沉淀身心 渐渐地就会发觉智慧开了 办法有了 当我们在去面对事情时 就懂得如何解决了 这是很自然的解决方法 因为天下并无真正的难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能让我们知道生命的苦 乃至了知苦因 而苦是由于我们的无名而来 要去除无名烦恼 才能达到极灭之地 无所挂碍的究竟彼岸 本法语节目 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 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扶持 中华印经协会 宣扬佛陀智慧 推广佛教文化 培养人文胸怀 认识生命本职 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 护名中华印经协会 台中光明山佛恩寺 起见第二届 护国千佛三坛大会 时间113年3月3日起至4月16日 农历1月23日起至3月8日 共45日 地点台中市太平区长龙路三段166号 恰讯电话04-2270-2077 04-2270-2077 大队 在摘天的仪式中 我们不仅供养诸天圣贤 也向佛菩萨学习平等心 行广大布施供养 上供十方诸佛 下祭六道一切群灵 以真言的威德力 将团食变成无穷的法食 成就不可思议的布施法 与此同时 思考施者受者所施之物 本质的缘起空性 究竟从何而来 从中细细观察与探索 了解佛法真空妙有的般若知慧 在布施时 便不会执着于有相的布施 才是真正实践布施波罗蜜的意涵 而众生受此般若法时 因法随时入 众生不仅能饱餐一顿 更得禅月法时 不同于民间拜拜 我们仅能提供一餐的宝石 但无法真正解决六道众生 轮回的苦痛 但若以法时布施 可以让天道众生 转增胜福 六道众生破除烦恼喜气 得以解脱轮回 所以无论是斋主 或是义公善性 若发菩提心 除了祈求平安健康 更能反观自己 关照众生 关照布施的心 体解布施波罗蜜深刻的意涵 以虔诚的斋食广修供养 及般若智慧的观察 将产生不可思议的功德 圆满布施的心形 成就自己的菩提道业 同时饶益法界众生 敬邀大众于新年之际 广行菩提愿 广行菩提道 如果在前面及自己的話 請注意 如果有些人在第一位 給他們 我愛我們在一起 要我一種東西 我愛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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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有少哈哈 你喜歡 你還해�利 小아서 也不太那麼 我不太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